如果道路哪一些路上住宅切断件最高 那你直接这边有个筛选 筛选的部分的话 你可以从筛选它结果给一堆 那你可以筛选的部分 你可以再设定一下 就是取得什么 筛选值里面有个前十项 这边有个前十项 那你可以取得十项以前的 以后的话它就不显示出来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甚至你可以它好像有个进阶项目 虽然预设是十项 你也可以变更 比如说你想要前五项 或者前三 其实都可以了 按确定 那再来的话 把这个图给画出来 简单的也许用一个直条图 表示数量就OK了 再来的话 发生了时段 时段部分的话 哪些时段呢 住宅切断案件最高 可以看得出来 最高的话 最高的话呢是在早上的十点到十二点 还有呢 早上的十二点到下午两点 应该可以理解啦 因为大家都去上班的吧 OK哦 如果出去上班 或者出去上学 家里一定没有人 其次的话 所以这些时间好像 就是大家会不在家的时间 OK那当然比较容易失窃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失窃的话 也许可以家中 做一些假象吧 假装家里是有人的 为什么方法 反正这也是一个商期吧 让小偷不敢进来 不过其实看起来 台北市治安已经算不错了啦 所以好像大家也 反正你只要不要家里的那个 有一些地方容易被侵入的话 我想小偷应该也就懒得去偷你家了 或者你家可能也不是特别有钱的话 那应该小偷也不会那么没事 去你家关护了 OK 然后呢 什么时间最少失窃 早上的四点到六点 因为大家都起床了 OK哦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的话 也许请各位再把最后的结果 做出类似像什么 哪一区窃单件比例多少 然后呢 哪一条路上面 然后帮我抓出前十个 什么时段 甚至最后你也可以做交叉分析 什么叫交叉分析 就是你可以什么 除了说可以列之外 其实还可以怎么样 还可以 比如说哪一区 哪一区的什么时段 哪一区的什么时段 发生时段 然后你可以把区当成直 那也可以列出来 列出来之后 甚至你还可以画个图 那你可以图当然用直条图 看起来会很混乱 所以建议是你可以用什么 如果你又要数量 然后呢又要比例的话 其实这边有一个所谓的什么 可以用那个这个叫什么 堆叠直条图 或者是用百分比直条图 你会按确定的话 你会办 百分比直条图的话 我把它放在下面好了 它主要的这个 视觉化的好处就是说 它可以又有比例 然后又有它的数量 不过数量好像比较没办法凸显 所以如果你用到数量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变更 按右键可以变更 你用了堆叠 堆叠似又有数量 又有比例 看起来好像会更加的清楚 所以如果你要表现数量跟比例 两个同时表现的话 那其实可以用这个方法 可以知道说 在哪一区 在哪一个时段 发生切到按键最高的一个数量 当然这个看起来好像 可以自己再利用这些东西 让那个数据 可以很快的呢 让它表现呢 至少让人家一目了然吧 所以今天的话大概就是把这个范例 住宅切到按键把它完成 当然如果你还有时间的话 如果你在做完之后 海油未尽 你其实可以怎么样 切到有没有 这边有什么 自行车 汽车 机车 甚至抢夺 有没有 到底台北市抢夺案件多吗 OK 还有强盗的 还有等等的 其实蛮多的 有关那个治安方面的 那你都可以做出一些结果出来 其实还蛮多可以做的 甚至如果你这个还做不够的话 还有什么 政府 开放政府平台里面 这么多啦 OK 如果你这些只要愿意花点时间 我发现你会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了 全部把它做完了 OK 甚至你比政府 还更了解政府 OK 因为其实横向的联系 纵向联系 把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今天的部分大概就讲到这边 那剩下时间给各位练习 画面还给各位试试看